婚后三年,齐孝威流产了三次,医生说她身体受损严重,生育会有危险,我心疼得要命,果断做了结扎,可我怎么都想不到,没过多久,她居然又怀孕了,接到齐孝威电话的时候,我刚从医院出来,这是结扎后最后一次复查,手术很成功,我以后可以彻底安心,不会再让齐孝威承受孕育的凶险了。 如果要用爱人的性命去换个孩子,那我这辈子宁可不要孩子,她平安健康,比什么都重要,我正惦记着齐孝威,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,老公,咱家有一个好消息,一个坏消息,你想先听哪个,想象着她笑语,奄然的模样,我情不自间弯起了嘴角,又瞎闹,咱家能有什么坏消息,坏消息啊, 就是你媳妇接下来要在家躺几个月,连床都下不了,需要你贴身,伺候了,齐孝威的身体一向有些弱,我立刻担心地皱紧了眉,你怎么了,她的笑声里满是愉悦,好消息是,你要当爸爸了。 医生说我之前习惯性流产,这一次要特别谨慎,最好是严格卧床保胎,所以我打算严防死守躺上几个月,坚决守住我们这个宝宝。 一刹那,我只觉得脑子里响起刺耳的风鸣音,根本停不住,怎么了老公,你没听见吗,我深吸了口气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,孩子几周了? 四周,算上今天,这四周来我已经连续三次检测出,完全没有精子,所以医生才宣布结杂成功,多好笑,我为了老婆,掐断子孙,可我老婆却他妈怀孕了,我很压着秃秃狂跳的太阳穴。 一路急迟,进了家,躺在床上的齐孝威立刻向我伸出双手,老公,抱抱,见我站着没动,他慢慢垂下手,一脸委屈地看着我,别人当爸爸都高兴得不得了,你怎么却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,我特别想从他脸上看出些破绽,可他眼神一如既往地清澈,没有半分闪躲和不自然, 语气也和以往一样,亲你娇称,一个出轨的人,能这么坦然面对伴侣,到底是他心理素质绝佳,还是在他眼里,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子,我死死忍住,想要质问他的念头,皱眉看着他,你前几次流产死去活来的遭罪,你说,我怎么高兴得起来? 他一下子就笑了,微微撅着嘴,沉声说道,就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我,要不然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有,人了,不期待我给你生孩子了呢。 哼,奇笑微长得很漂亮,干干净净柔柔弱弱的气质,曾经迷倒了不知多少人,我们大一相识,大二他接受了我的追求,彼此初恋,携手十年,我以为我们会一辈子恩爱中真的走下去, 可眼下,他一面肚子里,怀着不知哪个浑蛋的孩子,一面跟我情意绵绵的撒娇称笑,让我心头的怒火越燃越旺。 我宁愿他出了鬼敢作敢当,跟我好喝好散,那样的话,念着十余年的情分,我也,不会让他太难堪,可既然他把我当傻子傻,我又何必心软,我压着情绪,坐到奇笑微身边,他立刻缠住我的手,和我食指扣紧,别担心了老公,我这次一定格外小心,大不了躺九个月,宝宝怎么也不会再掉,了吗? 你知道我多喜欢小孩,有那么一个没眼脾气像你,又像我的小家伙来到市上,这一生才觉得圆满,正是因为他喜欢孩子,我们婚后才立刻备孕,十年来,我一直宠着他,顺着他,唯一一次没有顺着他,就是偷偷做劫渣,不想让他受罪生孩子,可他却跟别人搞出个孩子来,还大言不惭,跟我谈圆满。 我心里就像被捅进了把刀子,一呼吸,那刀尖就一下一下地扎着我,疼得厉害,我定定看着他,威威,你确定不会后悔,这世上,可没有后悔药,奇笑微毫不犹豫地摇头,不后悔,我一字一顿,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 奇笑微正了一秒,忽然闪着泪光,把我的手握得更紧,老公,我知道你是为我好,但我比你想象的更爱你,我一定要给你生的孩子受多少罪都不后悔。 真感人,感人地让我恶心,我迅速把手从他手里抽出来,帮他盖好被子,挤出一个笑来。 好,既然你不后悔,我就一定会把你照顾好,十年的真心,换来他的谎话连篇和一顶硕大的绿帽,我要是不好好照顾他,我都瞧不起我自己,我做出十足高兴的样子。 迫不及待地把奇笑微怀孕的喜讯告诉了我爸妈和岳母,我还急急忙忙打电话,抓紧托人联系权威的妇产科专家,打电话的间隙,我在露台上看到奇笑微正望着我笑,他不是在笑我是个大傻子吧,无所谓了。 他会演,我就能比他演得更好,毕竟,轻轻松松离婚实在太便宜他,把他捧得越高,他后面才摔得越难受,你今天不去上班了吗? 见我打完电话,奇笑微问我,我坐到他身旁,轻易地刮了刮他的鼻子,不去了,而且接下来的几个月能在家,处理的工作我都在家做,尽可能多地陪着你,照顾你。 我刚刚给你订了雍华轩的饭,趁着现在还没有运气反应,多吃点好吃的养好身,提,后面才有体力和宝宝一起加油,雍华轩,奇笑微惊讶不已,雍华轩贵的离谱,而且他家不送外卖啊。 我笑,谁让你爱吃雍华轩的菜,只要你开心,多难的是,我也得想办法搞定不,是,奇笑微抿了抿嘴唇,老公。 你对我真好,傻话,不对你好对谁好,我依旧笑着,谁让你是我宝贝媳妇啊,将来就算有了孩子,你在我心里也永远排第一位,奇笑微一瞬不瞬地望着我,眼里忽然就闪起了泪光。 老公,我,看你,一顿饭而已,至于掉筋豆吗?我一边给他,拿纸巾擦泪,一边笑,你别吓我啊,媳妇,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。 但是,所以见我对你这么好,就愧疚了吧,他用纸巾紧紧捂住眼睛,伸手轻垂了我一下,哽咽着,胡说八道什么啊,都说好了,绝不辜负彼此,下辈子也要在一起,你还故意神医鬼气我,讨厌。 是吗?原来你也记得那些承诺啊,我冷冷而笑,说出来的话,却温柔至极,其实,哪怕你喜欢别人了,只要你坦诚告诉我,我也绝不会为难你半分,唯,唯,只要不涉及欺骗,我这个人什么都好说。 他顿了下,然后细了细鼻子,忽然把头埋进了我怀里,不会的宋宴,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,我闭了闭眼,全心微微收拢。 按时至此,我已经人之意尽,接下来无论他面对什么,都是他应得的了,好了,咱不掉筋斗了,公主请抬头,公主请微笑,他蹭着我胸口,破体微笑,宋宴,我特别爱你。 我谢谢你,不需要了,我心底泛着冷意,面上却装作被他这一生特别爱我感动得不行,我于是拉着他一直聊,一直聊,吃饭时也聊,吃完饭继续聊,聊孩子,聊未来,聊青春,聊回忆,聊个没完没了,就是不让他睡觉。 直到他终于被我聊得,再也睁不开眼,睡得死死的,我便立刻拿着他手机去了书房,迅速打开了他的电脑,不出所料,我输入开机密码,提示错误。 而我们俩无论手机还是电脑,甚至社交账号的密码,全都是我们俩生日组合外加,相爱纪念日。 因为他曾经说,真正的爱情就应该对彼此没有秘密,我问心无愧做到了,可提出要求的他,却卑劣玷污了他所谓的爱情,我冷笑着,快速进入终端命令,用超级管理员的身份破解了密码。 其小微自从第一次怀孕后,就辞职在家养身体,这几年,他社交圈子很小,几乎每天都宅在家里看书追剧,我根本想不出他能跟谁出轨,所以我只能先从他电脑里找找蛛丝马迹,最好能赶紧把他那个孩子跌揪出来,两个人一起收拾,我细细翻看他的访问记录,发现他近来最多时常都用在避网, 而他登录账户处除了他的账号,还有另外一串字母和数字随意组合的用户名,小号,我直接搜到他小号的主页,每刻欣赏,某一个地方,总有个记忆灰不散,我皱眉看着他的签名,合着他跟我一起这么多年,养尊处优,心底却过得这么哀怨,我压着火气,翻看着他的发布,都是一些猫咪和小孩子的可爱视频, 点赞聊聊,看不出什么一样,但他居然每天都会发布,从没一天见短,我耐着性子滑看着这些无聊的视频,忽然看见两个月前的一个视频下,出现一句评论, 那是一个两只猫咪,一位睡觉打呼噜的视频,有人评论,现在勇敢,也来得及,风马牛不相及的评论,看得我莫名其妙,但我下意识记住了那个账号, 直到翻到今年春节期间的一条发布上,看见他配的文字,我常常后悔,假如当时能更勇敢一些,会不会就能和喜欢的人朝夕相处,共度? 余生,我反反复复复,反反复复地,看着每一个字,我是齐笑微的初恋,所以,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背叛我,有了想朝夕相处,共度余生的人, 而那个人,还在暗戳戳回应,怂恿,我几乎是抖着手,打开刚刚评论他的那个账号,头像竟然跟他是情头,我盯着两人的头像,耳边回想起,白天齐笑微对我说的那些话,我比你想象的更爱你,宋燕,我特别爱你,越想我越反胃,不由怒急而笑,一边被地里后悔,一边假惺惺爱我,好啊, 后悔是吧,我保证,让你后半辈子,把肠子都毁清,第二天一早,我把早饭端到齐笑微床边,小心翼翼喂他吃,洗脸,刷牙,也都是我帮他,他抱着我笑,老公,你还真打算贴身伺候我啊,我昨天和你开玩笑的,得此殊荣,我求之不得呢,我笑看着他,对了,早晨我给咱妈打电话,想, 让他来陪陪你,他说,孝涵那边离不开他,他暂时过不来,齐笑韩是齐笑微的妹妹,正在备战考工,听我这么一说,齐笑微的笑意,立刻淡了下去,所以我让我妈来照顾你可以吧, 毕竟公司那边的事,我不能全都放手,最近刚谈了个大项目,我怕会顾不过来,齐笑微点头,好,那就辛苦咱妈了,可,他高兴都来不及,天天看别人家孙子孙女眼馋, 这回他总算有盼头了,我是笑着说的,却说得心里发酸,父母有多盼孙辈,我不是不知道,可为了齐笑微的身体,我还是断然决定不要孩子,哪怕令父母抱憾终身, 并且,我原本是打算骗父母和齐笑微生不出孩子是我的事,免得父母埋怨齐笑,唯,让齐笑微过不上舒心日子,也免得齐笑微自己压力大,觉得是他体质不好才,生不了孩子,岳母偏心小女儿,偏心的厉害, 齐笑微从小到大受了很多委屈,所以我才特别心疼他,想给他一个最温暖的家,让他不用再承受任何来自家庭的压力和烦恼,护他一辈子,可惜啊,他不配,没过一会儿,我妈就提着大包小包赶了过来,我妈满眼恋爱地拉着齐笑微的手,前几次你们主意大,怀孕也不告诉我们, 结果没经验伤了身子,心疼死人,这,回啊,既然告诉了我们,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,有妈在,保证让你和孩子都平平安,安的,齐笑微笑眼弯弯,妈辛苦了,傻话,辛苦的是你,你啊,就什么都别想,天天高高兴兴的,妈一定把你照顾,好,谢谢妈,一家人,谢什么谢妈? 哎,手机可不能放身边啊,这东西对他可不好,尤其,你做太难,咱们一点隐患也不能留,可是妈,那我每天躺着会无聊死的,怎么会无聊,妈陪你聊,想聊什么都能聊, 再说,你得多睡觉才行,总之手机必须没收,我妈执行力很强,立刻收走了她手机,看着齐笑微脸色不太好,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,我忍不住好笑,没了手机,还怎么跟孩子爹联系,可不要急坏了, 威威,妈说的对,而且手机屏幕小,你刷具也废眼睛,不如每天定时,用回电脑,投屏,你说呢,齐笑微疑惑看着我,电脑辐射不是比手机大,不会,电脑辐射小一点,我向她眨了眨眼,暗示她,别让我妈再把电脑没收,我妈一向信我,就听宋燕的没错。 齐笑微心领神会笑了起来,我假装趁我妈不注意,凑到她耳边,巧声道,手机上能做的,你拿电脑都能,连电话也能打,干脆关了手机,省得被我妈唠叨,齐笑微连连点头,向我比了个大拇指,我但笑不语,她不会知道,她已经进了我不的网,我耐心不多,只想尽快收网, 尽快给她和那狗男人点颜色看看,陪他们吃过午饭,我借口公司有事,匆匆离开了家,我一边处理工作,一边查看着手边的屏幕,意料之中的,我看到齐笑微的电脑,很快就上线了,因为,我在她电脑上植入了监控软件,我是做网络安全的,创业六年,公司已经在科技界小有名气, 我既然有能力阻拦各种黑客的入侵,修补各种疑难漏洞,那么我想入侵哪个网络也是轻而易举,而因为我的工作内容涉及很多机密,我平时很少和齐笑微聊工作上的事, 所以,她只知道,我创业立足科技领域,却根本不知道我具体在忙什么,我天天辛苦烧脑地玩命赚钱,把她宠成了只负责貌美如花的娇贵公主,她却身在,福中不知福,我紧盯着屏幕,她果然急着登陆了避网的那个小号,一大堆未读私信,着实震到了我, 威尔,好好地干嘛说分开,我真的离不开你,我也保证不会影响你和宋宴的生活,不要再说这种伤人的话行吗? 怀孕是好事,听你说完,我就特别替你开心,我家威尔生的宝贝一定是最聪明,漂亮的宝贝,可是,你就那么笃定孩子是宋宴的,万一是我们的? 威尔,别生气,我只是太爱你了,知道你怀孕后,我什么都干不下去,满脑子都担心你的身体,担心宋宴以后对你不好,你总说宋宴是个大大咧咧的技术直男,一点也不细腻,那你为什么还要急着喝? 我分手,运气会很难熬,你更需要我陪着你才行啊,哪怕我们就每天聊聊天,不说见我,我绝不去打扰你,都听你的,只是不要跟我分手行吗? 威尔,昨晚怎么没回我消息,担心你,昨晚睡得好吗?我今早特意去买了你爱吃的糯米糕,开车经过你家那条路,我在路边停了很久,几次都忍不住想去看看你,宋宴在出差的话,我一定要好好抱抱你,好心疼你。 威尔,接下来的十个月,要受那么大的罪,我却不能天天陪着你,我只能在咱们这个秘密花园苦苦叛逆的回音,但我的电话和微信随时等着你。 想我了,随时找我,威尔,爱你,我差点把早饭都吐出来,这是什么纯情文艺大渣男,一个臭不要脸的小三,惦记别人老婆,还惦记出情圣的格局了,还他妈一口一个送宴的韩老子,你送爷爷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。 我怒不可遏,捏得颧骨咯吱作响,猜测他出轨时生闷气,而目睹他出轨的石锤,则是彻彻底底想爆发,甚至想毁灭。 原来我每个厨拆在外惦记他的日子,他都在跟着狗男人腻外私混,还故意选个秘密花园勾搭,但凡我不是因为结扎而他怀孕起了疑心,我怎么,可能想到他能瞒着我干这出掩人耳目的肮脏事,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,一面出轨苟且,一面跟我甜腻如初的,恶心死我算了,我扯开领口,大口大口的呼吸,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,很快,我看到齐孝威的鼠标,在那些流言里,反反复复挪了又挪, 哼,好一对被活活拆散,只能按通款区的苦命鸳鸯,我这个不懂风情的大直男,要不把这对鸳鸯送上青天,算我输,我正眼里冒着火,就看到齐孝威写下了回复,我瞬间烧红了眼, 这孩子是宋燕的,我确定,而且宋燕很爱我,我不能离婚伤害他,浩然,算我辜负了你,以后别再联系我了,就把我们之间的那些美好瞬间深埋心底吧,我会再给你公司花一百万过去, 当我对你温柔呵护的感激,浩然,好好生活,我会永远祝福你 他斜斜姗姗,墨迹了很久,才终于点了发送,我差点把牙给咬碎,合着花我的血汗钱,能花得这么心安理得 眼都不眨,就给人花出去一百万,还温柔呵护,还永远祝福,一个不能离婚伤害我,一个死气白赖不分手,你俩死不死啊,我用力揉着痛得发紧的额头,强迫自己冷静,浩,浩然,再给公司花一百万,我呼得派了下桌子,我好像知道,这狗男人是谁了,去年年底我给齐孝威买了处商破, 护城河畔最金贵的地段,上下两百平的loft,我是想让他自己开个瑜伽馆,或者茶室,或者他喜欢猫,那就开个猫咖,只要他喜欢,随便做点什么都好,这样就能尽快从流产的伤心情绪里走出来,那会我,恰好盲项母,忙得恨不得二十四小时连轴转,所以就安排秘书去帮他办妥装修, 但是,秘书后来跟我说,太太自己选了家中修公司,我不放心,特意问过齐孝威 他说这家公司是老同学推荐给他的,口碑质量都特别好,而且一架全包,不用操,任何心,我因为没时间盯装修,已经觉得很对不住他,又听说是老同学推荐的,也就放心了, 为了把把关,这家装修公司的合同我还是认真看了,我记得很清楚,这公司名字就叫浩然设计,我立刻查了下这公司,果然,老板,是浩然,难怪齐孝威春节期间,发那么条后悔的感慨,这是装修时擦出了爱的火花,相见恨,晚呢,也难怪他画钱,画得那么大方, 他曾经问我,装修预算是多少,我当时笑着说,没有预算,他想装什么规格都可以,只要他开心,真好啊,齐孝威,这是实实在在拿着我的真心去喂狗,行,这就好办了,我合上电脑,眼底一片心红, 有我妈,陪着齐孝威,天天陪着他扯东扯西,让他没空瞎琢磨,加上我又对他嘘寒问暖呵护备置,齐孝威半点都没起疑心,我眼看着他,每天还在小号上,跟诗浩然你来我往,嘴上说着要断,却天天发几句,伤春悲秋,藕断思连的祝福,真他妈恶心到家了,而我想尽快摆脱这份恶心, 自然也没闲着,我找了六七个朋友,每天排着队得去浩然设计公司,咨询装修的事,有独栋大别墅,有市中心大平层,甚至我一老大哥,还把新建成的一处市区购物中心,拿去找浩然设计谈,草草算一下,这几单买卖,做成的话,是浩然至少赚个千八百万打不住,他一个小破设计室, 这些钱足够把他砸晕了,果然,他按捺不住喜悦,在私信里跟齐孝威分享了好消息。 维尔,一定都是你给我带来的好运气,我最近忙得团团转,恐怕年底也能积深,千万身价了,到时候我们要好好庆祝庆祝。 真的吗?浩然,恭喜你啊,我早就说过,你才华无限,前途无量,真为你开心。 我冷笑着看着两人的聊天记录,呸,撒网的日子,过得很快,但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沉不住气,竟然在某天脑子抽筋的时候,去朋友那里见了十浩然一面,我是真想看看。 这个狗东西长了几个鼻子几只眼,能让眼光极高的齐孝威陷进去,好吗?浓眉大眼,唇红齿白,好好的一个大男人,居然化妆,一张脸擦得比面粉还白嫩,还没靠近就能闻见呛人的香水味,我就不明白,他身上是有多臭啊,至于这么卖力遮味吗?还一见人,就点头哈腰鞠躬笑。 这要再多长个尾巴,简直跟狗没两样,这回我也不憋屈了,样样都不如我的人,齐孝威也能出个鬼,这是吃惯了山珍海味,连屎都想尝个鲜,真是又瞎又蠢,回公司的路上,我冷着脸休息,忽然接到了朋友的电话,不怎么痛快的心情,一下子就有点兴奋,很好,一切办妥,就快收网了。 我特意两天没刮胡子,衬衫没换,晚上回家的时候,也明显心事重重,不像每天那样脸上带笑,我坐在齐孝威身旁,一口口给他喂红枣羹,却心不在焉的喂的他满脸都是汤汁。 老公,你怎么了,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,我连忙摇头,抢挤出一个笑,哪有,别瞎想,我就是这些天,取脚有点累了,那你赶紧去休息吧,不用管我,我一会儿也就睡了。 也好,我点点头,起了身,却又一副不舍的样子,回去抱了抱他。 威威,如果,我是说如果,你以后会跟我吃很多苦,你会怪我吗? 齐孝威愣了下,到底怎么了?我强颜欢笑? 没有,我就是今天路上看了个新闻,有点伤感,算了,你休息,爸,老公,我正要应他,楼下忽然传来吵闹声,我一脸慌张,赶紧叮嘱其孝威,不管发生什么,你都别动了,千万别动了他,气。 说完,我不等他回应,就连忙三步并坐两步跑下楼,我还特意慌乱地忘了关上他的房门,楼下的声音,他能听得清清楚楚,我妈见我下楼,急着拉住我。 宋燕,这是怎么回事啊?我刚给他们开了门,他们就闯进来了,说什么要收债,我们欠什么债了?妈。 你别着急,我话音未落,为首的一个男人,就冲我走了过来。 宋总,别来无恙啊,我做事从来先礼后兵,可您总躲着我不谈正事也不合适,爸,我陪着笑脸,高老板你先坐,有话慢慢说,坐就免了。 妈,我今天堵上门来,就是告诉宋总一声,最后期限还剩三天,三天内,你们赶紧从这搬出去,房子我要收回了。 什么?我妈惊呼,我们家的房子,你们凭什么让我们搬?我赶紧拉住我妈的手。 妈,你别急,我慢慢跟你说,高老板挥了挥手,一声冷笑。 妈,是,不急,这不还有三天吗?宋总和家里人好好聊,我们三天后再来,看着几个人大摇大摆往外走,其中一个人还故意扯下门口几只绿植,给我妈心疼,得直跺脚。 宋燕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你跟妈说实话? 哇,我。 我刚张嘴,楼上就传来奇笑微的哭音,老公,你能上楼来吗?我害怕,你别吓我啊。 我急急活活跑上去,坐到他床边,握紧了他的手,你别着急巍巍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我本来不想让你跟着担心,没想到兴高地追,到家里来了。 怎么了啊?怎么咱家房子还要被他们霸占啊? 说话间,我妈也进了屋,一脸担忧看着我,说吧儿子,有什么困难,咱们一家人一起扛。 你爸手里还有不少股票基金,我一,会打电话让他全卖了,大不了我们再把家里房子卖了,怎么还应付不来你的难关吗? 我看着我妈,眼睛一下子就红了。 妈,巍巍,我确实遇到大麻烦了。 我哑着声音,缓缓说道,之前新街的一个项目,我们有实诚实的把握,所以就跟投资方签了对赌协议。 可,谁知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,我们完全达不到预期的收益。 我想尽了办法,也贴不上,现在协议到期,我要赔几十亿。 几十亿,我妈和齐孝威一口同声,几乎喊了出来,我颓丧地点了点头,别说房子和资产,就连公司我都抵出去也不够,就算我日后还能东山再起,可,这些债务也足够压我半辈子。 爸妈还好,不受我牵连,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威威,眼下威威身子正弱。 我,还出了这个事,以后要跟着我担惊受怕,共同承担债务,我实在舍不得威威,可,是又没办法,这些日子,我头发都丑白了一半,我边说,边摘下帽子。 前几天特意染的白发,刺眼的狠,齐孝威捂住嘴,眼泪马上就下来了,我妈健壮,赶紧上前抱住她,威威别哭,你最怕情绪波动,别怕啊,有爸妈在,爸妈还没老,还能帮你们扛,是呢。 妈,妈,我扭过头去,额头抵着墙壁,一下下垂着自己的头,宋燕,你别这样,你给我拿出点男人的担当来。 我妈忽然一声利斥,吓得我一击零,不就悲债了吗?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相信我自己的儿子,别说几十亿,几百亿的投资你,也能拉来,只要你振作起来,眼前这些年的难关,咱们一家人齐心度过,去,以后一定能好起来。 我看着我妈坚定的眼神,鼻子一下子就酸了,妈,几十亿的债务,不是拉投资,没那么容易。 你闭嘴,只要不泄气,没什么办不成的事,你不就是担心拖累威威和你岳母? 妈,我有个办法,你们听不听,我点了点头,齐孝威擦着眼泪,妈,您说,我妈叹了口气,握紧了齐孝威的身体, 夫妻共同承担债务,这是法律上逃不过去的,而你的身子容不得惊吓和忧虑,可如果你们离婚了,宋燕的债务不就和你没关系了,齐孝威微微张大了眼,离婚,我妈沉沉点头,妈知道你和宋燕感情好,不过是从法律上走个过场,让你把债务和惊吓甩衣,便安安稳稳过日子,放心,等宋燕缓过来, 肯定第一时间复婚,毕竟你们俩连孩子都有了,一家人不可能分开,你愿意住我们家也行,愿意回你们家也行,我和你爸都会照顾好,你,等孩子生下来,一切就都好办了,你把身体养好,我相信,我儿子有这个能力, 再大的难关,也肯定能闯过去,不过是年头,久了些,你要是等不了,我妈顿了顿,有些哽咽,遇上你喜欢的人,妈也不会为难你,妈,您说什么呢,齐孝威立刻哭道,我不会喜欢别人的,我和宋燕在一起,十年了,我只喜欢她, 好孩子,妈相信你,我妈擦着她的眼泪,那就听妈安排,这样对你和我的宝贝孙子最好,而且,他们只给三天,后面不定干出什么来,你也可以说妈自私,妈好不容易盼来了孙子,不希望孙子受伤害, 咱们明天一早就去办手续行吗,齐孝威泪花连连看向我,我沉重点了点头,然后便扭过身去,以着强啜气,就听妈安排,老公,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,你要振作起来,我相信你,我耸着肩,捂紧了脸,实在快要憋不住笑,离婚的事,比我想象中要顺利太多,我在想, 到底是我这么多年,把齐孝威保护得太好,让她丧失了深思熟虑的能力,连调查一下我的经济状况都不愿意,还是她本性,就不是能同担风雨,共面患难的人,再或者是时浩然最近的飞黄腾达,给了她底气,毕竟一个蒸蒸日上付的流油,一个债务缠身居无定所,选择显而易见,她根本不用纠结, 总之,轻轻松松一场戏,她就痛快和我领了离婚证,这样一来,我的财产一分都没给她,她还欢天喜地,感动不已,微微好好养身体,安心照顾自己和孩子,我恐怕暂时这一年都不能跟你联系,委屈你了。 拿着离婚证,我满眼心疼望着齐孝威,别这么说宋宴,你要加油,我和孩子等着你回家。 好,一言为定,我推着她的轮椅,我妈回家去收拾屋子了,我今天先把你送回你们家,用不了两天,我妈就去接。 你,齐孝威皱了下眉,显然不想回她自己家,却还是点了点头,那让妈快点去接我啊。 我冷笑,好,你等着吧,你恐怕这辈子也等不到了,能顺利离婚,多亏了我那吸睛附体演技卓越的老妈呀。 我不知没多久,就把齐孝威出轨的实情告诉了爸妈,我妈是咬碎了牙才忍着没揍齐孝威,在她身边硬生生撑过了这么多天,好不容易骗走了这尊温审,我妈躲她都来不及,出了民政局大门。 我正要把齐孝威抱上车,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深情的呼唤,威尔,我回头一看,真是个多情种啊,居然追到民政局来了,蠢货,这不是自找打脸吗? 石浩然满脸深情的看着齐孝威,齐孝威却慌乱抓住我的袖子。 老公,我,我轻轻松开她的手,看向石浩然,昨天夜里齐孝威睡下后,我借口在书房工作,看到了齐孝威迫不及待给她发的销。 昔,昊然,我老公遇上大麻烦了,对赌协议输了几十亿,房子财产全去抵债都不够,够,婆婆心疼我,让我假离婚,你觉得呢? 当然要离呀,我早就说宋燕不靠谱,眼高手低,太张狂,以为自己的公司小友,成就就好高无远,夫妻共同债务,不是闹着玩的。 威尔,你必须将计就计,赶紧,离,可是他们对我很好,我这么做,好像有点绝情,傻玩儿,你真当他们是对你好,还不是惦记你肚子里的孩子。 他连累孩子,你,总是太善良,我的傻女孩,好,浩然,那我明天就去离吧,以后的事,以后再说,越快越好。 威尔,免得他们变卦,拖着你不离,你可就麻烦了,钱的是不用担,心,我已经收到了好几笔定金,大几十万呢,后续工程起来钱就源源不断入账。 我会对你加倍好,早晚让你知道,我比宋燕那个木头更懂你的心。 谢谢你浩然,一直陪在我身边,听我心里话,真不敢想,没有你我可怎么办,傻威儿,我会永远陪着你,保护你。 嗯,晚安浩然,晚安,爱你温儿,我看完他们的对话,笑得差点从椅子上翻下去,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,一个脑袋里空空如也只装了几幅设计图的大傻狗,一个满心风花雪月不适人间烟。 火的小仙女,我除了祝福他们,天长地久所死。 还能说什么呢,所以眼下我看着石浩然那张得意的嘴脸,除了想笑,其他一点情绪都没有,我向他点了点头,识设计师,真巧,你也来民政局办事,石浩然昂着头,高傲地捋了捋西装衣角。 嗯,呵,瞧这狗德行,很快就会摔得狗嘴啃泥了,我忍着笑,我要送薇薇回家,或者你要是顺路,帮我送一下也行,我这会有点急事,我捏着电话,不停地挂断,一副心骄气躁的样子,老,嗯,宋燕,七笑薇对我换了称呼,体贴道,要不你就先去忙。 我和石设计师很熟,之前装修公寓,就是他帮我好大忙,刚好遇见他,就让他送我,爸,我巴不得呢,好,那就拜托了,我先走了。 我边走还不忘回头,嘱咐其笑薇,薇薇,千万别再和我联系。 他用力点头,好,你放心。 我坐上车,忍不住笑出声来,被我一掐再掐的朋友电话,再次打了进来。 阿燕,离了吗?什么时候受网说一声,我揉了揉笑江的嘴角,看着石浩然远去的车影,就这几天吧,千万别对他客气,哈哈好嘞,就等你这句话了,看我们几个完不死这混蛋。 没几天的功夫,浩然设计装饰公司就倒闭了,我找的那些朋友,个个都是百经商战的老手,对付石浩然这种没什么商业头脑的傻白甜,简直跟斗猫狗一样容易。 几位大老板,先是纷纷向石浩然头去橄榄枝,欠了高价装修合同,付了少部分订,金,然后就各种请石浩然饭局,局上吹捧他,给他画大饼。 石浩然哪得到过这么多大佬的捧吹? 自然就飘飘然,忘乎所以了,他为了表忠心,表才华,再没拿到货款的情况下,直接开始进货,赶工期,而且还进的都是写贵有逼格的高端货,结果跟我这边一通气,几个甲方爸爸转脸就为了约,因为合同条款,石浩然并没怎么仔细看,所以除了那点订金,连违约金都被钻了空。 此,一分没付给他,他买了大批量的货,光货款就上千万,他那个小设计师,一年最多,也就收入百来万,根本负担不起。 其实我一开始很纳闷,一个这么好骗没头脑的人,是怎么办起公司的,朋友调查的告诉我,闹了半天,他是吃女人饭的,这个公司的创业本钱,是之前一个富婆给他的,而他很幸运, 那富婆得挨死了,他既拿到了钱,又获得了自由,所以就顶着一个空空如也的脑壳,办起了公司。 当起了老板,还不忘老本行,继续勾搭富婆,偏巧齐孝威就撞在了他的枪口上,挺好,这下我帮这对苦命鸳鸯长相厮守了,真圆满,平静惬意的日子没过多久,齐孝威就哭唧唧给我打了电话过来,宋燕,你现在还在北城吗? 嗯,什么事,宋燕,我,我孩子没了。 哦,十昊然没照顾好你啊,宋,宋燕,你说什么,齐孝威大惊,结结巴巴,我,我一直在我,假,咱妈也没去接我,也不接我电话,我。 行了,齐孝威,别装了,你和十昊然,那脸破事我已经知道了,孩子是他的,你来,找我哭什么劲儿,昏都离了,你不会忘了吧? 电话那边沉默许久,忽然爆出一声哭喊,宋燕,你故意算计,我是不是? 我笑了笑,这回才明白过来,黄花菜都凉透了啊,所以,宋燕,你没负债是不是?你是故意惩罚我,对不对?你好狠的心啊,宋燕,咱们,在一起十年,你却把我骗成这样,你知不知道,我子宫被切掉了,我这辈子再也不能生孩子了。 哦,现在知道了,我淡淡道,所以呢,你,宋燕,齐孝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我的孩子是十昊然给打霉的,他,生意亏损,就拿我出气,把我往死里打,呜呜他说,怪我给他带了霉运,宋燕,我们好歹夫妻一场,你要替我讨个公道啊。 我简直要笑出声来,有病吧他,你们俩不是难分难舍,感情好得不得了吗,真对不起,我宋燕就是根木头,我这,直男不懂你们之间的小情调啊。 宋燕,宋燕,齐孝威哭声渐渐低了下去,就在我不耐烦要挂断电话的时候,他忽然哽咽道,老公,我向你坦白,我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, 但那个时候,你总忙工作,我白天黑,夜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我实在太寂寞了,我和石浩然就只有一个晚上,那天我们聊公寓设计方案,他把我灌多了,不是,我自愿的,是他强迫了我,可是,事情已经发生,我不敢告诉你,老公,我只是受害者,你原谅我好不好,我发誓,我跟他只有那一晚, 然后我就一直躲着他,孩子真的是你的,老公,我发誓,孩子是你的,老公,我真的只爱你,我,我实在听烦,不由冷冷笑了出来,我为你做了劫渣,齐孝威,听同那边的哭泣声,忽然就顿住了,忘了我老本行是玩电脑吗? 你电脑里没有任何秘密瞒得过我,还要点脸的话,就别再找我了,挂断电话前,我听见那边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声,呵,真活该,对他好,他不珍惜,给他机会坦白,他却把我当傻子,现在知道哭了,可这世上哪有后悔要可吃, 我果断把他拉入黑名单,这辈子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了,刚放下电话,我妈就疯疯活活闯了进来,来来来,臭小子,你看看李阿姨家的女儿合不合演员,又来了,自从甩掉齐孝威,我妈天天琢磨着给我介绍对象, 可我现在真没那心思,过两年再说吧,起码等我过一过,把劫杂束缚通了再说,我拉着我妈,跟她并肩看着窗外,妈,你给我点时间,以后保证让你孙子孙女一次爆料,我妈扭头看着我,捶了我一拳,其实我也不是想逼你,只是怕你还沉浸在过去出不来,毕竟十年的感情,妈都,懂,开始新的生活, 才是最好的疗伤,明白吗,我搂住她的肩膀,沉默良久,忽然说道,妈,要不我给你买个角色,你去演电影吧,我觉得你的实力拿个影,后没问题,我妈先是愣了下,然后掐着我的胳膊,和我笑成一片,窗外万里晴空,秋日静好。